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3日 星期五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各大成竹熱話 話說有位80多歲的老婦人懷疑遭到親生子 用護老院的方法禁他 即是不讓他離開 再偷走了家裡近200萬元 當中絕大部份是現金 就那些財產不易而非 和各位一起跟進這宗怪民 另一宗怪民有另一宗 話說有一對男女喝醉酒 誤認路邊的保馬是Uber 即是以為自己叫車 自己開門 再爆發爭執 再踢別人的車 那個司機真是無辜 和各位了解一下最新的發展 另外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抗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情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東章西網的報道 80歲老婦人遭到親生子 外景主持人就訪問這位80歲的雜婆婆 他說疑似被親生子穿櫃桶底 偷了接近200萬港元的財物 婆婆是這樣說的 就說那個小子一向都很純品 怎知他現在這麼臭蕩這麼壞 沒想過他撐住銀行的錢 又沒想過他進來爆我格 想起也睡不著地說 自從丈夫離世 澤婆婆一直獨居 前一些日子不慎跌倒入醫院做手術 好返想回家 就遭到小子力左 強行安排他入住護腦院 澤婆婆指在醫院用鱷行架活動治愈 拒絕入住護腦院 小子堅持召車送他入護腦院 他隨即致電大兒子求救 大兒子和婆婆見面過後 打算接他回家 但護腦院指保證人 小子不允許 輾轉大兒子一家都未能探望婆婆 但婆婆的弟弟和弟父就可以 婆婆認為安老院根本是和我 小子是合同的 想著要我住三幾年 想著我三幾年後會死 習婆婆透露 小子去護腦院探過他兩次 其中一次哭訴經濟困難 就說 第一次小子哭著說 媽媽我沒錢 你給我圖章吧 第二次來就告訴我 家裡很亂 好像被人找過東西 我問他床底的金錢有沒有拿到 小子就反問我 有金嗎 之後就沒有再探過我 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兩夫妻有境 他丁付大兒子回家檢查 發現收藏在家不同暗格的177萬元現金 和15萬金器合共192萬財產 全部不逆而非 婆婆痛失財物 雖然圖章仍在 不過大兒子指找到存款 和一張紙 似乎銀行的存款都受到影響 節目就暫時沒有交代銀行存款 是不是同樣被人轉走了 大兒子希望如母親所願接他回家居住 護腦院一直堅持保證人子 習婆婆有腦退化 不可以離開 大兒子找來牌照報協助 終於證實母親是沒有腦退化 所以可以自己決定離開護腦院 奇怪是準備離開當日 護腦院揚言 婆婆腎臟有事 call救護車送她入醫院 去到醫院時 護腦院又說 改口指婆婆神志不清 大兒子私下追問醫生 對方指根本不認為婆婆有神志不清 並勸大兒子不要再將他送入護腦院 其後婆婆入住護腦院一合約期戒滿 哥哥要求帶媽媽回家 弟弟又堅持要求他入護腦院 兩兄弟各有各說 異見不一 最終將母親送入療養院 東張西望稍後會有事件下集 相信會交代婆婆的戶口存款去向 以及釐清他和兩個兒子的關係和情況 以上來自情報的報道 亦是東張西望近日的個案 這件事就說 這位婆婆疑似被小兒子用護腦院禁足 與此同時家中被人爆竊 百多萬的現金不見了 另邊商說到當扮你離開護腦院的手續時間 又被人叫車 送去醫院 又說他神志不清 又說他腎臟有問題 結果醫生說沒有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有沒有羅生門的情況 據報東張西望稍後都有報道 令邊商網民錯綜點關注一間房子 收了百多萬現金也很誇張 現在百多萬現金和15萬金器 都已經是不逆而非 不知道去了哪裡 未知婆婆有沒有能力追回這些失去的款項 另外講講另一宗消息 發生在昨晚根據HK01的報道 有對男女喝醉酒誤認保馬是Uber 自己開門爆發爭執 再踢車的身 與司機互毆一同被捕 報道的來聞是這樣的 銅鑼灣發生打鬥案 昨晚11點多 一男一女在軒尼斯道555號東角中心對開 突然contact 一部泊在路邊的保馬房車車身 車上司機落車理論 雙方隨即大打出手 驚動警員到場 最終經調查過後 那對男女和保馬司機都涉嫌在公眾地方打鬥被拘捕 兩名男女無需送院 帶返警署扣查 保馬司機送院治理 另外現場有另一名男子 需要用救護台床送院 相信都是罪走人士 現場消息指那對男女與醉酒男子 三人喝酒後 在東角中心對開行人路等待Uber 沒多久 一部保馬房車 駛至泊在路邊 那對男女以為這部保馬是他們電照的Uber 於是自己打開車門 想上車 司機見狀立即制止 雙方因而爆發爭執 有人竟然路踢車身已是不滿 保馬司機立即落車理論 最終動武收場 至於那名醉酒男子 相信與案無關 但由於醉到迷迷糊糊 在場戒備的救護員為他檢查過後 決定將他送院處理 據悉司機曾經說 對方一度企圖搶奪他的手提電話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位司機也比較無辜 說因為這對男女喝醉酒 電照車來載他們回家 怎料他的車陶經附近拍下 那對男女以為這車是他們叫的車 司機說不是 我不是開Uber 不是的士車 結果竟然是理論下車 再打起來 結果三個人都被捕 另一宗網絡熱話 又是沒有屍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罕見省屍意外扯淋了天花 接力採青嚴重失守 網民嘲諷石破天驚私敲弓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兔年似乎與獅子相黑 今年特別多省屍蝦事件曝光 近日再有網友在Facebook討論區 上載聖詩脫短片 看到省屍隊在一間辦公室裏採青的時間 不但失守 更加採青採到假天花都倒下來 情況狼狽 尷尬又論盡 得來又有些搞笑 網友感嘆真是大吉利是 有人就補獲說落地開花 富貴榮華 紅運當頭 短片長約一分鐘 在挪鼓聲襯托之下 橙色獅子正駕細地採青 順利吃過山菜過後 他將對聯的卷咒頂在屍臂位置 由於離開了屍後 沒有屍頭的師傅沒辦法伸手解開這個卷咒 省屍隊另一隻橙色獅子於是聰明地踏著戰步出場接力 但懷疑用力過猛 將對聯的卷咒連同假天花一起扯下來 稍時間假天花、骨牌式連環倒塌 甚至擊中屍頭 情況狼狽又惹笑 現場傳來觀眾的爆笑聲 中過頭獎的獅子就頂著這個尷尬氛圍七手八腳 在假天花的廢墟當中完成任務 成功張開寫有裁員廣進的對聯 短片完結前 採青失手的獅子踩著假天花的茶蟹再次出場 來個首尾呼應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不知為何今年特別多省屍的爆笑蝦鹿野 這個省屍採青的時間就連假天花也扯下來 結果網友的嘲諷真是雄運當頭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